接下来我们的医师参论都已经签复完毕 那目前新竹县的进度是 我们的路往规划已经送交通部在审查之中 那通过之后我们就要做可行性的规划 可行性规划完成之后 后面就是规划设计建造跟开发的时间 这是我们整个我们大政节用系统的一个计划是这样的 在过去我们新竹市的轻轨红线 并没有规划拉到这个我们的高铁新竹站 那这个部分可能会造成的运量上 就会有预期过于乐观的问题 那这也是先前我们在送到交通部审查的时候 新竹市的轻轨红线曾经也被交通部评估说 希望能够对于运量的部分可以再更加务实的讨论 那经过我们自己与专家的一些相互的讨论之后呢 我们了解到一定得把高铁的新竹站 纳入到我们的轻轨的一个路网当中 并且红线与蓝线能够串接成一个环形的路网 这样子才有办法让整个大新竹的轻轨 达到它真正的一个功效 以及达到它预期的运量 所以在这个部分是第一个 我们在今天MOU签署上 未来双方县市政府会一起来努力的部分 是一天宫具体的因素 也没错 是一辈子不管是一天宾 是一天宝的一个一观 humano 是一天人会帮助的